又到毕业求职忘记要如何在众多履历中脱颖而出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人资单位在第一阶段审核履历时 就会先太除不合适的履历 而在进入面试阶段后 求职者也要避免翻车行为 如果就履历方面的话 那包含来像是过往经历不符或是学历不符 还有就是太频繁换工作 或者是待业期太长在半年以上 或者没放照片 这些都可能犯了这个履历的大戒 那至于面试的话 就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说当天爽约或者是迟到 或者是更改这个面试的日期 这些可能都会踩到人资的地雷 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假设你眼神飘忽 或者是说你对职务一问三不知 或者是你这个没有看着对方 眼神不专注的话等等的这些 或者是在滑手机 这些可能都会让你的面试的时候 被大大的扣分 调查发现从面试主管角度来看 平均24分钟就能判断求职者 有没有符合资格 而求职者与面试官双向交流时 准备完整的自我介绍 以及懂得凸显个人优势 都能让面试过程有好的开始 比较必胜获得青睐的话 就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积极地展现出你的主动的学习力 还有你的配合度 积极性配合度高 还有学习力价的这些有三大特质的 就会得到人资的青睐 那在这里有一个建议 那你必须要展现 你跟别人的不一样在哪里 就拿我身为人资主管 我通常大概就问一个问题 那你能告诉我 你会什么别人不会的吗 或者你能告诉我 你会的别人也会 但是你比别人做得更好的在哪里 大概这两个问题 如果他能回答得出来 我是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我们可以考虑的 所以我把这两个问题也送给年轻人 也就是你自己要展现出你自己的优势 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时薪也好 月薪也好 Don't care 不要太在乎 应该最重要的你是吸取经验 那这个经验应该是跟你的兴趣能迎合 我们常常说 做自己兴趣的工作 永不倦怠耐风寒 像最近我们常常在跟很多年轻人在招募的一个过程中 那我们会发现 因为现在科技化进步得非常的好 所以但是对年轻人来说 人跟人的一个互动 对以往跟以往来说 它是像下降蛮多的 所以会发现在很多跟年轻人互动的过程中 他们的一个表达能力 其实是需要在自己多练习的 反正透过表达能力的练习可以准备一份完整的一个自我介绍 那在我们面试的初期就一个比较好的开始 一般在收到履历表的时候 第一眼当然就是求职者的相片 那因为现在也是科技发达 那我们会鼓励求职者 第一个你的相片不要过度的修图 这个对我们来说 其实常常会有那个落差 到来应征的时候会有落差的一个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 刚刚这个统计里面包含说 你的求职的过往的履历的经验 例如说你是平凡太平凡的换工作 也会在我们考量的里面 那再来就是有邀约面试的话 请记得不要迟到 这是我们的特别注意的地方 而面试时求职者也可能遇到奇怪状况 35岁的Tommy就曾经差点踏入陷阱 而光头发型的严先生 则是遇到一帽取人的面试官 让他产生极大阴影 当初去面试的时候 就是那个面试官就看到我的 发型是光头 他就说你 因为我印试的是业务工作嘛 他就说你这样子替光头 遇到客户不会让客户觉得很可怕之类的 然后我就说不会 因为我遇到客户的话 我就会用就是比较笑容啊 比较亲和力好一点的表情 去跟客户做交谈沟通 然后他就说那不然你笑一个给我看看 对 然后就进去的时候 里面都暗暗的 有一点像那种地下 地下前窗的感觉 然后那时候就进去面试 然后有三个三名主管 然后他就是说 先叫我填写履历 然后写考卷 然后写完之后 他们就开始面试 然后就跟我说 其实他们是博弈产业 然后是维修 patching机台的方面 对 然后可是 可是在我 在我在网路上面看到是 是某某科技公司 然后资讯人员这样 我就觉得 为什么跟我看的是完全不一样东西 调查也发现 求职时 民校光环仍然存在 有过半的人资主管表示 可以另外谈续新条件 整体而言 薪资比一般非顶大毕业生 多出8%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比较好 好 好